你剛剛有說到說你黑鍋杯很多年了 嗯 這是什麼緣故 發生什麼事情啊 呃 怎麼會這樣子 一樣嘛 就是媒體會寫誰 媒體寫 寫製作人有人要看嗎 寫電視台有人要看嗎 寫淘金營就有人要看啦 啊 對 對 對啊 而且我們發現媒體其實對女性 其實也相對的不友善 其實很多事情 都會先把女生點出來 是 就像是網路 我們自己白靈果節目出事 明明是我的 我 他講的話 你講得很好 然後到最後都是寫 都是我被罵 然後都是說 對啊 把你給我凱莉就怎樣 我說那句話其實是我講的 之類的 可是就是整個大環境對女生 也是不是那麼友善 在很久以前就是 我覺得是有時候是全球的文化 我朋友家裡有應用 他是那種女強人 刺炸風雲的 然後他回去講 他應用都是有點 只差點沒有眼皮翻起來 可是然後他老公說 你要怎樣怎樣 那女生馬上 嗯嗯好 那同樣在職場上 如果我們大聲了一點 我們說 欸那個 趕快拿來 來不及了 剩兩秒進節目了 他們就會說 陶晴瑩歇斯底里 然後情緒化 可是男主持人 可以在記者聯訪的時候 把助理罵得跟狗一樣 他還是有很高的聲望 大家覺得他很好笑 對 你在說 我在想起了好幾個名字 我是不知道誰 不過我真的覺得 這個生態 至少在台灣生態 很不友善啊 對女生 哇 可是你是什麼時候開始進 算是演藝圈的 大四 大四出 出第一張個人專輯 對不起我不敢猜 1990 1990 我已經知道我自己的那個時代感了 我真的不敢猜 我看吧 沒有 我也沒有猜 It's OK Oh wow 那時候就開始 所以其實你是見證了 其實台灣媒體剛開放那時候 三台 三台到 有線電視 對 然後再到新媒 然後到甚至是新聞 24小時狂播 然後超多新聞台這個模式 有 所以你看到說 從以前可能媒體手上資源 廣告資源非常多 到現在大家都要 是 像你剛剛說的 大家都沒有飯吃 或搶那碗飯 沒有志氣 在開會的時候 電視台 大家就說 那我們要來做新節目 大家就這樣 那我們要買個韓劇 好好好 然後還買便宜的 沒有志氣 是這樣子喔 便宜的 就又有收視率啊 那就可以片片廣告商啊 因為 因為我覺得 我跟凱莉 我們在做節目的時候 就有點像你說 以前的媒體 我們就會想說 我們想要做什麼 錢不管 反正我們就先 自己砸錢下去做 然後有中再說 那沒有中 我們自己也爽到會播 對 可是因為我們做的規模 跟電視台做 跟電視台也是不一樣 因為電視台一次的成本 可能就是 百萬到千萬到起跳 我們可能就是 幾十萬這樣子 對啊 所以相對簡單 可是 你自己有感覺到 媒體上面 要找到廣告 或者找到贊助商店的事情 有越來越難的趨勢嗎 當然有 被新媒體全部分散了呀 對 那會很討厭新媒體嗎 就是傳統媒體權的 不會啊 因為本來內容就是 應該不斷的要進步 然後現在 像我早上 我這個老人家 我還是在整理我自己的手機頁面 然後把它整理清楚 然後學剪接 然後再看說 我最近看的幾個APP裡面 我覺得什麼可以多花點時間 什麼就不用再看了 我覺得你就是要一直不斷的更新啊 那為什麼你會願意做這些事情 你身邊的 從傳媒出生的朋友 大家也會想要跟你一起這樣嗎 還是你很奇怪 身邊都有自己的宇宙啦 有些人可能會 對啊 真的很會說話 有的是狂喝酒宇宙啊 那有的是小孩真的比較多一點 那我現在是慶幸我小孩稍微大一點了 我不用八十把尿 八十把尿的日子 就是我的 快來了 加油 所以 那我覺得是 因為我覺得不懂 不會 不知道 本來想比開 本來想偷懶 後來就發現說 不對啊 你自己不知道的話 你有很多東西 工作人員是沒有辦法 馬上反應的 那 你就要去學 這邊其實我想要拉回去 你剛剛說到那個 對女性不友善 還有你在90年代 其實就踏入了媒體圈 你剛踏入的時候 對女生的環境是怎麼樣 而且我其實更好奇的是 因為在2000年開始 網路其實開始盛新了嘛 然後大家開始 會有自己的部落格啊 很多 那時候也有些媒體人 會在上面 自己寫一些日記 然後分享自己的心情 甚至是變成 當自己有一個平台 讓自己有一些話語權 可以對抗報紙也好 媒體也好 那時候是怎麼樣 利用這些媒體 還有來對抗說 對你不公平的聲音 第二題我先檢答 第二題那部落格的時候 我已經成立網站了 喔那很快 那走超快的 對我走得滿前面 可是我們遭遇到 一件很可怕的事 就是搬運工 有的網站只要去搬運 每一個網站 對 前三名的 他就起來了 我花錢找寫手 培養寫手 那有理想 你還是會必須要跟現實 去做一些學習嘛 而不是妥協 那你說傳媒裡面 你說傳統對女性 我相信你們 你們到底幾歲 你們應該看過那種 永遠就是大哥站在中間 旁邊絕對是花瓶 對 那因為我長得又不像花瓶 所以我就想 我能做什麼 一開始你勢必要當小花 站在旁邊 嗯 欸 哇塞 好 我們歡迎 就是這樣 台詞大概就這樣 可是 我怎麼會甘預做這種事情 我覺得這會要衝出來 那衝出來的過程中 難免會有點衝撞 那可能就有些人 就不喜歡你 甚至有人就說 陶晶姐好愛搶話 那 其實這個故事很古老 但我說過 就是我從 菲哥 那個 換了100點 他站正中間 這麼長一排 你知道我站在最邊邊 因為最醜又最新嘛 所以我是 那個布幕是卡我的臉一半的 因為已經排到那裡了 那卡 這樣也要排 一定要 因為不是 宣傳 好不容易排你上這個節目啊 天哪 然後他就這樣 一直跺腳說 你怎麼不想話 你怎麼不想話 我在這邊 我就只好跟菲哥揮手 因為我沒有麥克風 然後他 欸 欸 啊 什麼事啊 我有話要上 這樣 然後就麥克風 拿來講 那你要想到梗 想到點 要接一 才會被保留嘛 嗯 那一次兩次保留之後 欸 慢慢去揭曉單元的主持 再來就大節目的主持 然後就 一個一個一個累積 對 那這個過程當中 是不是需要一定要有靠山 比較容易上去 嗯 就比如說要 不知道 小燕姐的家族 什麼 是不是需要這樣 其實我碰到小燕姐 是我自己 跟我原來的經濟公司 已經走了好幾年 嗯 然後才碰到小燕姐 那所以 其實那個時候也是 就是 你知道大哥嗎 你知道上很多節目就是 這兩位大哥 可能發我們一點來 他們可能五點才到 但我們得全裝到啊 嗯 到了以後 然後就說欸 那個短劇喔 他說啊誰 那他就要看 裡面可能有 有時候 有幫大哥安排的 漂亮女明星 然後他就一定是女主角 然後安排到 我們就沒有說 你就蹲在這裡吃甜不辣 我說好 好 就有鏡頭就好 好 然後就蹲著吃 吃完 我們可能不知道 他們在演什麼 因為他們不知道 本來的 他們的風采 他們的那個即興 就是他們最主要的 收視來源 好 然後他們就即興即興 然後最後就 突然他端起桌子 他說端著桌子跑 然後我們就得跟著端著桌子 然後他那晚天不辣 一起跑來跑去 就啊 好好笑 好好笑 這樣 就這樣 所以我做那些事 也做了很久 嗯 就是一步一步累積啦 是 是 對 那你經過這些累積 然後好不容易現在 算是 有自己的地位啊 那這樣會不會 就覺得 新媒體 新媒體就跳出來 在那邊 沒有沒有 根本沒累積過 對啊 不會 你們有你們的累積 我發現近年來 我的觀察就是 包括口译人才 我覺得這是因為 你們有很多的 國際觀 還有語言能力 嗯 我覺得你們可以看到 更多最新的資訊 我覺得是台灣 非常需要的 台灣even 現在很多 跟我們自己相關的一些 嗯 你說 EGFA 或什麼 有什麼影響 沒有你知道 所以我覺得那個是危險的 那所以我也經過你們 經過很多這樣的 我本來還要跟Howard合作嘛 但因為他太忙 所以我覺得 這是非常好的事情 然後常常滑 我就想說 他們在講什麼 現在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那even你說 好像前一陣子 美國也開始有一個 說 過去的教科書 他們是怎麼形容賓拉登 但事實上 賓拉登也給美國一封信 他寫了什麼什麼 你開始看到很多的 另外一方面 我們過去被洗腦 沒有接觸到的真相的時候 你就知道 你必須要看更多 雖然現在的假新聞泛濫 但你不能音夜廢時 你還是要吸收啊 你還是要看啊 那我蠻好奇就是 你那個時候這麼衝 對不對 我們剛剛一開始有講嘛 什麼洗腦二啊 女人也要什麼外遇啊 這種話 不會害你被打壓嗎 然後再次 為什麼現在感覺 你已經沒有那麼衝了 因為現在大家都可以洗腦二 不是啊 一直以來大家都可以 一直以來都可以洗腦二 我們必須糾正 不是故以來 人都可以洗腦二 不是 我跟你說 因為 為什麼 我覺得有一點是 那時候需要衝撞是 因為 就是有太多禁忌 我不是為了衝撞而衝撞 而是那個聽眾的挑釁 我不是就是 我相信你平常也有在想這些 才會立刻衝出來吧 因為 我應該這樣講 比如說我的資料照片 我看到有一張 我自己都會害羞 我從一個陰道走出來 那個陰道是很多故的皺褶 我們也有看到 對 那那個是我去立新基金會當代言人 那他們說陰道的獨白 然後什麼什麼 我就一開始我也是很耐油 我想 怎麼是這個 不會你照片看起來蠻自在的 是 我就是這種人 就是 再怎麼耐油 但是 這是我的責任的時候 我就是站上去了 我就 來啊沒有關係 拍照 想不到他就永久的留下來 但是 你跟陰道的合照 Internet forever 對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那確實是我們當時應該要 不能說大辣辣的好像用這個來當賣點 而是說 本來我們就應該告訴女人 你有 你看那古老的廣告提醒我們 有痔瘡 不要害羞 要講 很多女人陰道也發炎了 影響到他健康了 甚至他 婦產科醫師一定要找女的的時候 我覺得有很多的競技師 沒有被廣泛討論的時候 他還是會害羞 所以我們的責任就是這樣子啊 你必須帶動這些人說 我們面對他 不要害羞 我們沒有要拿陰道丟到人家頭上 我們只是告訴你說 這是很健康的事情 所以 其實現在很多都被突破 這是一個 我也不用 就是說好像一定每天都要講到這些 然後有凱莉講就夠了 然後 我後面已經有人了 我現在已經很少講了 現在有20歲姑娘 20歲姑娘在講 對 那第二個當然是因為小孩長大了 他會看你的東西 那所以我會用另外一個方式解決問題 以前用衝撞 那現在的方式是 如果翻桌是那麼容易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翻桌以後 我真的看過情侶翻桌啊 兄弟打架翻桌啊 請問翻桌以後是誰 把桌子翻回來 來來來擦一下 按那個 倒在地上的醬跟菜 誰去掃 要有人掃吧 所以衝撞完以後 總是要有人脚踏實地 把事情執行下來 然後說好 好啦不要想起 來啦來啦 坐下來了 我現在到這個年紀了 而不是 冰倒啦 幹你娘 幹你娘多容易呢 對我們很愛 完蛋了 對不對 我們就是那個翻桌的 對那個多容易呢 但是後面有沒有解決問題 沒有 是 但是你們有凸顯問題 所以 而且再加上我女兒 我覺得真的是 我我覺得 她是好獨特的一個孩子 有一次我去的時候 就是整個籃球隊都在罵髒話 罵來罵去罵來罵去 然後我就 我就笑到我就看她一眼 然後我就不講話 然後回到家我就說 Lilien 那個就是 好像大家罵得蠻順 她說 對 她每天這樣子 我就說 嗯 那你為什麼不會 她就說 我不要啊 她說我媽以前罵多了 我跟媽媽不一樣 你知道 就是什麼 Teaching is learning 你從小孩身上學到很多 她選擇不要 那你有沒有一個轉捩點 就突然發現說 啊 小孩子開始會學我 我要注意我在螢幕上講的東西 呃 第一個是爸爸 爸爸那時候演八點檔的時候 很多胡巴掌的戲 那時候豆子王才兩三歲吧 就站在那個矮桌邊 他就看爸爸像 啪啊 電視上給他一巴掌 他真的轉過來 就對著他的助理 啪啊 給他一巴掌 哇 我們嚇壞了 這個阿姨平常對你多好 你怎麼來你 後來我才意識到說 No 她根本沒有 她不是經過思想而行動 她就是經過模仿而行動 所以我們就是先跟助理道歉 對不起對不起 她一定是當下的學習 對 第一人的錯 這樣不好意思 第二個就安撫豆豆嘛 說豆豆這不行喔 不舒服不禮貌不堪 然後第三件是夫妻開會 當然你 你可以接各種戲 比如說你華燈出上 還是可以強暴人 但是我們不會讓孩子看 你懂嗎 因為那時候弟弟也才 國小五六年級吧 你欺負一個女生 那兒子看到 這個溝通好難喔 不溝通就是不要看 因為畢竟限制集是有他原因的 然後再來 就是大一點的時候 我們就還看說 爸爸其實那眼不錯 你們來看一看 大家都叫他飆哥啊 什麼什麼怎樣 那我自己講話我就注意了 我就不冰斗了 雖然兒子現在看到 什麼館長啊 什麼還是很多嘛 超派 好 以後來就跟我講 真的 對 所以 你看很多欸 我看很多 那所以你自己的媽媽 是什麼樣的人 就是說如果你也很high 就是我也一直每天 家裡彰化飛來飛去 她變成一個習慣的時候 她也覺得爽 有立即的一種爽感 她就會用這樣的語言 那這不會是一個好事啦 我相信 所以我們也必須去剪 把桌子翻回來 然後來 我們來討論一下 今天這個問題 怎麼結局